聽從教練指示調整姿勢步伐 我國拳擊好手黃曉雯抵達巴黎後 馬不停蹄繼續訓練 田小姐其實還有一點時差的適應 但其實現在今天的狀況其實還不錯 就是好像有慢慢的找到一個調整的節奏 美國知名體育雜誌運動畫灘公布 各種賽事獎牌的預測 認為台灣代表團將有一金二銅 一共三面獎牌 唯一金牌就看好黃曉雯 對於外媒肯定保持謙虛 除了黃曉雯積極備戰 曾經身為培訓員的甘家威 實力突飛猛進 在亞運會奪牌後前進巴黎奧運 過去因受訓無法回家見媽媽最後一面 這次也帶著對母親的思念 在場上發光發熱 剛過完生日的賴祖恩 頂著老婆親自編法的心臟 嫌疑出征巴黎 相隔八年再度取得奧運門票 得來不易讓她更加珍惜 期盼替台灣拼下家擊 您現在看到就是這次巴黎奧運的體育中心 很多台灣隊的好手抵達巴黎之後 都會來到這邊做訓練 希望可以調整好自己的狀態 在場上能有最亮眼的表現 以上是三立新聞 王宣偉申婉儀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